哈喽大家好我是爱迪先生 那我之前有跟各位介绍超能焊接胶 那这个超能焊接胶啊 我有示范给各位看 它的连性非常的迅速而且又强 那之前我有用这个拖鞋做实验 那后来有些朋友来问我说 那它除了这个同样材质的东西之外 别的东西可不可以联合 那有人问说金属跟金属可不可以 那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就说要来试验说 金属跟这个橡皮之间的联合 到底可不可行 因为这是不同材质 那我们看一下我准备一把大铁锤 那这里就是我们在绑货物的这个橡皮带 这橡皮那我们就说沾一点胶 来跟它试验看能不能把它黏住 那一般我们再黏不会黏这么小的截面积 要黏就黏大一点的面积才会牢固嘛 那由于今天我们做测试 所以我刻意选择这种比较困难的小截面积 那我想大家心里一定会想有数 就是说这么小的截面积 你用强力胶或是顺身胶要黏 恐怕会很担心 那无所谓 我们今天既然就是测试给各位看嘛 我们就开始来做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生锈我已经稍微跟它磨了一下 因为我怕说这个东西这么重 你现在胶一年 那一拉起来是锈掉下来 不是它黏不住是锈掉下来 所以我先把锈擦掉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种凹凸不平的表面是比较不利的 因为有可能说凹下去的地方就没有黏到了 所以说你在黏的时候 这个东西要是尽量要平整 像这个就比较平整 尽量要平整 那也不要有锈也要平整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那它这个会牵涉到这个 干燥时间的问题 那你如果说有多余的 你把它擦掉它会比较快干 你看呢我在这边涂一些 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们这个这么大一罐 这用量是很省的 那我们把它就是粘上去 我们粘中间好了 就这样子把它粘上去 我顺便把这个马表跟它拨下去好了 那我们这个影片的话 在这个阶段我们是不做后置的 就采取一镜到底 那你如果放上去的时候 这前一分钟 你一定要把它扶住 把它稳定住 不要让它乱动 那超过一分钟以后呢 你可以手放开 因为毕竟这个金属 它没有吸收性 那个多的胶 它不会吸进去 它就是会流到它的周遭 周遭的话 它干燥 就是形成这里面的胶水 不容易干 那如果不容易干 你就要等很久了 那因为我们 我们在做一个示范 我们希望它快点干 大概已经超过一秒 一分钟了嘛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它已经 已经把它稳住了 那就是说 就是说 万一你如果发现它旁边 有这个多余的 你可以用这个 卫生纸把它擦掉 它会提早让它干 如果不是说 很多在外侧的时候 因为它在外侧 它会挡住 它的内部的一个灰花 那各位可以看到吗 因为这个东西 你看 它这整罐胶体 在里面 它永远就不会干 像这种 如果你盖着的话 那如果不会花 换个一年 你都没问题 一两年都没问题 所以唯有它倒出来以后 才会干 所以这种东西的保存性 是蛮久的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还是说 它在一个干燥的过程 我们尽量还是不要动它 比较好 那超能焊接焦 它的一个最强 的强度的话 大概就是24小时 那可能的话 你尽量让它停留 静置24小时以上 会比较好 那今天我们我们就是用一个很小的一个一个接合面 要来示范这个大铁锤 所以算是对于这个胶水的一个压力测试 因为它的一个连性 你会把它逼到极限 那我所以说 我们让它稍微待久一点 那我们这个过程就是我刚才有讲了 我们不剪接 这个秒数在跳动 都不会有跳格的问题 我们都不剪接 那像这种 这种橡胶的话 它本身是有一个柔软度 所以说就算它这个表皮 这个金属有点凹凸不平 它还是有点会随着它的表面做变形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金属 碰金属的时候 那可能会形成那个 接点会变得很少 因为有可能 有可能在一个面积里面 可能只有两三个接触点 那时候就可能会不牢靠了 所以金属跟金属之间 你务必要很平整才可以 那很快的已经五分钟了 那由于这个 这么小的一个截面机 对这种胶水来讲 是一个超过负荷的一个 一个测试 所以我想我们再多给它一些时间 那我们等到六分钟到的时候 我们再来把它提起来 因为我们刚开始下去的时候 可能它东西根本都 还是很多液态在那边 我们外面周遭都没有清 它根本就无法硬化 那现在已经六分钟了 那我们就准备来把它提起来 当然有可能会失败 所以我这个要拿远一点 不要砸到我砸到我的这个手机了 把它 炎幕砸破了 来 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看到 已经顺利的把这个 大狼头 这个头把它提起来的 至于说 这个身体能不能离开桌面呢 我们慢慢来 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 这种是 要怎么说呢 是不是强人所难的感觉 因为它不是在重心的中间 它是偏离测 偏离测这个施加的那个力量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好 没关系 我们继续把它提提上来看看 这个就是说一个超线测试 那你要往下拍 顺便拍到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这个码表 你看 你看 你看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已经整个 整个铁锤 都离开 离开我们的桌面了 那总共花了几分钟时间 6分钟吧 它6分钟 就能达到这么大的强度 那 如果再摆上24小时呢 那更是很稳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 这个超能焊接胶的一个超线测试 就为各位示范到这里 那各位如果觉得这个胶水不错 那可以到我们的露天卖场 去下标 好那我们刚才已经做这个铁锤的吊挂测试 那我们再来加码一下 我这边还有一只铁锤 来 我们再把它绑上去 到底两只铁锤 两只铁锤 行不行 这个从开始到现在是9分3040秒 那我们来看 本来只有一只铁锤 我们现在改两只铁锤 事实上我也相当担心 讲实在话 两只铁锤竟然都拉起来 而且是斜一边 如果这平衡点的话 我觉得还算合理 那这全部是拉向一侧 我觉得这已经超夸张的 那以上这个就是我们的追加测试 谢谢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